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新的一个星期又意味着什么 繁忙生活的开始 是 那过去几天休息的足够足够 你其实在休息的时候 有没有到这个邻里去走光光 一定有 我相信 到那儿可能很多朋友是选择用餐 或者有些人就买东西去采购 对 那可能有些人就觉得 这个市区太拥挤了 所以就选择在邻里的购物商场 但是对于一些邻里的小商店来讲 这里有一些数据我们跟大家分享 对 那是来自建屋发展局 在去年百分之六十三的邻里商店 对生意感到满意 是 百分之二十五的邻里业者 对于下半年的前景表示乐观 将近四分之三 也就是百分之七十四的商家表示 愿意在接下来的五年 还要继续地经营生意 是 那究竟邻里商店 还面对哪些大环境的挑战呢 如何保持竞争力 别错过稍后的城市 大家说 我们马上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段新闻内容 早 你好 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说 我国社会正处在发展的转折点 必须做出一些调整 以免陷入重点危机 吴作栋说 政府与国人之间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契约 为新加坡故事写下鼓舞人心的新章节 这也意味着必须更新或调整一些 现有的政策和计划 吴资政傍晚出席 马林百列集选区国庆晚宴时说 比起李光耀和他自己 李显龙总理和他的内阁团队 在治理国家上更为辛苦 这是因为现在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 国内挑战也更艰巨 吴作栋说 政府正努力取得包容性增长 确保国人有好的就业机会 政府也承诺 为国人提供更负担得起的组屋和医疗服务 他还表示 政府在制定方案时 除了要考虑实质效果 也要赢得民心 不过吴作栋也表示 希望国人能了解政府在治国时所面对的局限 并与政府一起克服国家所面对的挑战 外交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说 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会 非常有效的筛选出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 医疗保健 教育和房屋课题 是在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会中浮现的三大课题 尚穆根星期天在益顺市政理事会的 年度激励修行活动上表示 过去一年的对话会 为部长 公务员和四万七千名国人 提供了有益的交流平台 随着住宅区迅速扩大 三八万和益社两个市政会 今年四月进行了重组 尚穆根表示 成立个别市政会可以更有效和更集中的为居民服务 不过维持低成本会是个挑战 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更有效的工作方式 来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 尚穆根也表示 居民现在对社区的卫生和设施要求已经相对提高 市政会必须在迎合居民要求的同时 继续维持低费用 获得俄罗斯庇护的前美国情报雇员 斯诺登的父亲透露 已经取得前往俄罗斯的旅游签证 并且很快抵达俄罗斯同儿子相聚 斯诺登的父亲朗斯诺登 连同他的律师一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专访时 透露将很快到莫斯科同斯诺登见面 朗斯诺登表示 尽管他非常希望儿子回到美国 但是他对美国的司法制度没有信心 美国同俄罗斯的关系因为斯诺登而陷入低潮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取消了原定下个月到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峰会 缅甸西部的若开邦在一起宗教冲突 至少七个人受伤 当局立即加强当地保安 并表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 受伤的七个人都是罗辛亚回教徒 他们在冲突当中被警方发射的枪火所伤 冲突发生在若开邦的首府十队的一个乡村里 当局表示冲突是因为有传闻指 一名溺弊的男子是被当地的佛教徒所杀害而起 有上百名罗辛亚回教徒洗劫并焚烧了村口附近的一个警察哨站 至少六名回教徒被逮捕 在这同时收留大部分罗辛亚回教徒的难民营也受到了攻击 当局表示目前的情局势已经受到控制 他们也已经增派足够的军警支援 去年若开邦的罗辛亚回教徒和佛教徒之间的冲突 造成了将近两百个人死亡 上万人无家可归 法国南部发生致命车祸 一辆满载旅客的巴士 撞破快速公路的围栏 翻落到路坡下 造成了一名法国人和一名西班牙人死亡 大约30名游客受伤 法国警方表示 这辆由巴士由欧洲巴士公司运营 当时运载了44名法国西班牙和乌克兰的游客 所有伤者都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 他们的伤势都不严重 目前还不清楚这起车祸的原因 对巴士司机所做的医疗检查也显示 车祸并不涉及酒祸驾驶 不过有乘客表示 他相信车祸是由司机的过错造成的 司机换班的时候迟到 并且同乘客发生争吵 司机甚至不知道乘客要去的地方 还要向乘客打听 这辆巴士原本是要从法国马赛开往西班牙南部的穆尔西亚的 7点37分以上是今早的第一段新闻内容 是 那么我们今天有谈股论试 我们来看看这个孩子在上个星期三 闭市是3229点升5点 稍后分析师来到节目现场会剖析股市的动态 那天气概况如何呢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一 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们来看看 切下属预测 从这个时候到中午12点钟 全岛是多云 气温介于设施24到31度 接着来关注世界的各地的天气预测 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握资讯 关心时事 现在时间早上7点43分 我们到外头看看这个路交区网站的一些交通讯息 首先呢 有一起交通意外 这起事故是发生在AYE 亚伊拉人快速公路朝大市的方向 在Clemente Avenue 2的出口处之前 请您留意了 另外我们看到KPE往ECB方向 在Sims Avenue的出口交通拥堵 还有Daniel Road朝市区的方向 介于Kim Hawk Road跟Wayang Satu的汽车千桥 那边的车子多 KPE往ECB方向在Niko Highway的出口交通拥堵 以及PIE往大市方向在AYE出口之后呢 同样也是车子的流量比较高的 与祝您一路的驾驶平安愉快 马上进入我们的早安看板 是 刚过去的长周末 相信大家也有趁着机会呢 跟家人一起享受天文之乐 这个星期同样有很多精彩的节目跟内容 还有项目 让大家在工作之余呢 忙里偷闲 感染艺术的气息跟氛围 是 其实我们还知道说 大概有一两年前吧 这部舞台剧天冷就回来 相当的引起大家的喜欢 是 首首动听的歌曲扣人心弦 当时的音乐指导就是林谢益 是 林谢益也是本地著名的南高音 以歌声感动了不少的观众 去年很不幸他与世长辞了 有不少跟他合作过的音乐的朋友 为了纪念他 将在来年的星期五举办 纪念林谢益音乐会 是 除了有古典歌剧式的演唱 舒伯特还有福吉尼等等的作品 也会演绎多首本地华语音乐剧的动听歌曲 我们来看看林谢益的音乐会 今年林谢音乐会日期定在8月16号 晚上的8点钟 地点是南洋艺术学院理事基金剧场 询问热线63372525 好 如果除了听歌之外 你也希望跟孩子有一些其他的互动方式 告诉你这里可以到新加坡机油馆去看看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场结合的嗅觉和视觉的感官之旅 怎么说呢 很特别 这次的展览可以看到以不同香料 Spices为题材的珍贵的油票 同时可以通过这个香料的原油 让您认识到新加坡的历史 是 如果我看了油票 就是想继续探索香料的奥妙的话呢 可以随于活动的导游 到这个福康宁山去这个香料花园 了解更多香料的用途 并且发挥一些创意 制作香料的手工艺品 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我们来看看香料之旅 Spice is nice 集油展 8月20号开始一直展出 到明年的5月 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的7点钟 地点就是新加坡集油博物馆 是 徐温热线是63373888 那如果你想参加这个香料花园探索活动的话呢 65137348 网址大家去参考了 www.sbn.org.sg 祝您有一个充实愉快的一周 马上进入的是我们的谈谷论识 早安您好 欢迎收看每逢星期一谈谷论识 本地股市上个星期只有三天的交易日 海峡时报指数上个星期三 收市报3230点 上涨5点 而海峡呢一个星期则是滑落了24点或0.7% 美国华尔街股市方面从前一周的记录高位就回落了 道琼斯工商指数上个星期五 币市报15425点下滑了72点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股市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来自新加坡证券投资者协会研究公司的首席分析师 黄建德先生为股市把脉 见得早 走 观众朋友有任何的疑问呢可以拨打 6250-6851向我们的嘉宾请教 我们只有三天的交易日上个星期 连续的四个股都是公定假日 那请您简短的回顾重温上个星期本地股市的表现 其实上个星期股市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波动 整体上因为是比较短的一个交易日 我们看到交易值也比较低 然后信息流也不是很多 除了一些上市公司发布业绩报告 所以说在经济数据方面也没有什么更新 就是说整体上还是在靠前一个礼拜的 一些经济数据以来维持着市场的走势 所以说看到其实市场是相当的疲倦 我是真的觉得 因为说其实之前也是有稍微起了一点 然后说尤其在美国方面 已经起了大概将近20% 所以说整个市场买家 尤其在美国方面并不是很多 所以说投资者也变得比较谨慎一些 所以说间接的影响到本地市场的一些表现 也就是说市场也是比较担心 9月份的联邦储备局的一些决定 可能会稍微对市场还是有些影响 所以说有些投机等等等等的 也是在趁机来调整他们投资组合 所以看到上一周期 市场是稍微的下坏一点点 是 如果你回顾看一下 大概两个月前6月中旬的时候 海址就出现了反弹了 然后这个反弹之后 就是将近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一直到现在为止 都是在一个横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的整个的起落并不是十分大 建德你怎么看接下来的一个阻力点 跟支持水平 其实如果说这一座来讲的话 其实应该还是会在3200到3264的 这一个范围里 它会在这边一直巩固下去 对 因为说整体上市场要等一个 比较轻的一个信息流进入市场 也就是说这一范围有可能会维持到9月中 直到说联邦储备局发布任何一个决定 也就是说因为市场要买的人也不是很多 可是说要卖的人也是比较少一点点的 因为说市场他们可能 一些比较长期投机者可能说 你滑下去他们就渐渐慢慢的卖 所以说看到市场的交易值也不是说很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周 甚至说这一个月来讲 可能会稍微的比较平静一些 我们接下来看个别股的表现 云顶新加坡上个星期三的时候 是起了三分 闭市报一块三毛六分半 云顶新加坡就宣布了 第二季跟半年的业绩之后 野村证券研究行基于它减持的评级 目标价是一块两毛三 只说云顶新加坡 它的季度的业绩表现 略微逊色于他们之前所估计的 针对云顶新加坡 其实你也做了一些研究 你怎么看 其实云顶方面来讲 他们的业绩算是持平 就是说从季度 年纪人员的对比来讲的话 其实它波动并不是很大 它的收入 盈利等等 是相当的稳定 只是说一般上投资者 或者说分析师 都对它起于一个比较高的期望 就是说吸用它的表现 可以来得比较好 可是说这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需要它扩充它的收入的来源 然后说在一些问题方面 比如说成本的上扬等等的 而且说有些更高的一个挑战 因为说其他的地区 有可能也会开始慢慢陆续续的 进入更新的一个赌场等等的 所以说这些挑战等等的 它要有办法去应付他们 是 好 我们开放热线了 线上有一位吴先生 早安你好 您好 吴先生 您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 这个Oss Group的走持 Oss Group 好 谢谢您 吴先生 见得熟吗 其实稍微是有看一点点 可是说这支股来讲 因为很大部分来讲 一直要看 它跟石油类的一些关系比较好 可是说它的公司的表现 因为最近是比较 我记得前两个季度 它表现并不是很好 所以说它股价是稍微的 有点下滑的一个趋势 这样讲 所以这里上来讲 我觉得说它的业绩会慢慢的稳定 所以说它的股价应该会 维持着现有的一个价位 然后可能有一点上升的一个趋势出现 因为毕竟油价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我们接着来看另外一只股票 这家公司Wilmar 也就是丰益国际 上个星期三起一分 闭市的时候是报3块1毛6 最近这个丰益国际 它就出了一个业绩报告 出了之后 挥地证券投资研究公司 给予它一个增持或者是累积 这样的一个评价 说它的目标价定在3块6毛1 而且它预测说 接下来丰益国际的表现可能会越来越好 针对这一点 Wilmar 你怎么看 其实商品类股过去几个月的表现 并不是很理想 有点下滑的趣事 可是说对帕莫 就是丰益它比较主管的一个资源 像讲 那个商品类股 它的那个商品类的帕莫 其实它的价位还算是相当的稳定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 过去几个月 就是说它的业绩有可能会维持着下去 所以说它的表现 其实这个季度算是很不错的 就是说如果它的价格 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的话 其实它的业绩有可能会维持着下去 所以说觉得这是股 而且说接下来下半年 或者说是明年来讲 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商品类股 因为说如果说经济真的是恢复的话 其实商品类股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看头 因为毕竟过去几个月商品类股都被打压的比较差一些 其实很多的股民和投资者一直在密切的关注 美国联邦储备局一些官员们他们的谈话 包括上个星期大家要密切留意 还有9月份有一些新的消息是吧 对 因为9月中来讲 他们的那个会议来讲 那是市场比较有关注的一个 缩减购债计划 对 所以说这一个计划来讲的话 其实市场在准备着了 我们也注意到说比如说从债区来讲 其实债区我们看到很多资金流开始慢慢 就是说一些持有债券的人开始慢慢的 卖出他们所得上的债券的 所以说这一些资金流 他们就开始慢慢退出债券市场 要准备去别的市场 或者说准备等市场下滑的时候 他们才慢慢的间接的进入股票市场 所以说这里上来讲市场是稍微在 目前为止到9月中 应该是在一个调整的一个期间 等它调整好了 我们才会看到市场慢慢的恢复上去 好 今天谈国论事单元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黄建德先生 来到节目中为股市把买 也回答了观众您的询问 谢谢建德 为何记 我国的贸公布将在稍后8点10分左右 公布我国第二季的经济报告数字 稍后我们将再次的邀请建德 前来为我们现场的剖析 这些数字背后的缘由 稍后见 那城市大家说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 谈的是建物发展局最近的调查显示了 去年表示有意要续约的林里业者比率 下降到五年来新低 林里商家如何创新 转型发展保持竞争力呢 稍后来一起讨论 早啊 你好 城市大家说 那建物发展局的数据显示呢 去年63%的这个林里商店呢 对生意是感到满意的 我们来看看了 这个参与调查的林里业值当中 25%他们对于下半年的前景表示乐观 是 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接下来五年呢 会继续做生意的商家 却从2011年的82%下跌到去年的74% 这可以说是过去五年来的新低 是 好 那么对于这样的调查呢 林里商店的这些商家有什么话要说 他们最近面对什么挑战呢 我们请到三位嘉宾来跟我们分享 首先很高兴地邀请到来自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会长 杨向明会长 杨先早 你好 那第二位嘉宾是零售市场行销顾问陈培芬小姐 你好 以及林里商店业者许婉琴 婉琴在大巴窑区收买冰淇淋一年半的时间 早安 三安 你好 早安 三位 好 杨先跟我们说一下吧 对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些商家 究竟在林里经营的时候 面对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呢 主要的挑战就是在于这个经营成本的增加 另外一方面就是 大家知道这两年这个地产方面 是非常的活着 所以无形中带动这个租金高昂 另外一方面就是人口老化 然后就是直接都影响到就是 就是工人比较难请 还有我们新加坡这个外劳均述的 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包括另外一方面就是信仰的坚挺 变成很多本地啊 消费者他们喜欢到外国去消费 去外国旅游这方面 所以种种方面的压力都蛮大的 那陈小姐作为一个林里市场销售顾问的话 商家有没有跟你反映 除了刚才杨先生提到一些问题 大多数的反映都是讲成本上涨 那么我们也时常跟他们交换意见就讲说 开源节流可能是一个他们要想的 就是怎么样开阔更多的这些 他把他的业绩和他的利润稍微的提高 那从事比如说卖冰淇淋来讲 大巴窑这个区也蛮大 人很多的 一年多的时间你观察到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大巴窑许多人都认为是比较老化的一个 主屋 不过现在其实蛮多新的家庭都已经搬进这个主屋区 而且又有新的公寓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它蛮早气蓬勃的 可能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地点都是做早上生意 因为去试巴沙 可能去咖啡店 可是其实想一想我们的创意不叫不是创新的 是创意就是我们也是经营咖啡馆文化的雪糕店 而且我们就会从12点就是我们不是7点早上开 我们就12点中午开到晚上10点11点 其实就是有这个不同的需求 人家下班后其实就想去吃杯雪糕或喝杯咖啡 所以就是也有带动这些晚上其实也是有生意的 提到说在邻里经营这个生意 我想问一下陈小姐 也没有说一些所谓的成熟的主屋区 跟一些比较年轻的主屋区 他们的商店的这个商家 在形式上在所经营的生意上 有很大的一些区别呢会不会 有就是在一些比较这个成熟的主屋区的话 你就看它的居民的那个组合比较不一样 所以这些商店的行业可能就比较配合这些居民的需要 需求对吧 所以像一些年轻我讲一些年轻人 如果他们创业一些新点子 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成熟的一个主屋区的邻里环境 杨先生你会觉得会不会可能会格格不入口 他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新意 其实就是讲年轻人如果是到了成熟的主屋区 就是创业方面 我就觉得这个是好消息 其实他们能够带动就是一股比较 有生气蓬勃的一个行业进去 例如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许小姐 他把一个就是比较冷门的生意 就是冰淇淋商店是一个生意的带入一个成熟的主屋区 其实也挺让那边的居民尤其是年纪长的居民他们感到很惊奇 也觉得他们也很喜欢 然后中午以后就开档了 所以商联会在这方面你会应对到不同他们的需求跟新生 你们怎么应对最主要的宗旨跟角色是什么 商联会的组织通常是就是联络他三家们促进这个感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讲把它建立成一个桥梁 就是能够把自己主人组合在一起 然后跟这个各个政府部门社区居民 大家一个就是一个对话的一个平台 这样当然商联会本身就是在这方面能够提起 就是能够建立一个角色扮演的角色 就是希望能够多做一些宣传的工作 还有一些就是讲就是我们主办这些网站 这类座谈会这些东西 把这些新的生意的点子或者兴趣团队给我们商家们 是 我知道商联会的网站还有设立一个免费的商家网站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网址 www.fmas.org.sg 上了你们的这个网站会看到什么呢 其他商家他们的一些消息 这个商联总会的这个网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型的网站 商联总会本身之下就很多这个各个地方的商联会 成为我们的会员 可是在他们商联会之下还有很多这些小型的商家 也是他们会员 这样我们设立这个网站就是这个大型的网站 就是把这个全部的商联会 就是新加坡我们这些经济的或者是政府的政策把它放上去 或者是就是就是把一些商联会的一些活动的消息放上去 像个别商家个别商联会只有一个小型的网站 让那个小型网站让这个就是免费的让这些商家们 能够自己在上面穿一个小型的网站 然后把这个信息团它出去 好 观众朋友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喜欢逛邻里商店 又或者说你逛邻里商店有些怎么样不一样的体验的话呢 欢迎拨电话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那我们说到这个提供商家这样一个网站一个便利 去查询更多的这个相关资讯 那我知道说其实建物集园也提供一些计划 说让商家可以买下这个邻里商店的一些计划 或者注入他们比如翻新啊 或者引进一些新科技都有这类的津贴存在是吗 陈小姐 对 这个不单单是建物发展局鼓励这个邻里 主办活动 注入福利 那么很多政府机构也在各方面有一些援助配套 那么帮这些小商家提升他们的业务 是 所以就希望能够借此呢 比如说他们要买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机器啊 对 他们就在可以在营运上面帮他们提升 那么也可以培训他们在怎么样教导怎么样 提高他的服务素质啦 还是怎样做行销 促销这些 对 那在邻里商店经营 比如说很多不同的一些餐饮我们都会看到 对不对 对 冰淇淋我也有 我知道那边也有不止一家 你会觉得说在邻里商店经营生意来讲 它的劣势跟优势在哪里 我觉得优势就在于 它有一个带给观众一个新的感受 新的体验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把一个比较年轻化的咖啡店 载入这个区域 然后当然我们自己本身有生意自己的特点 就是我们就会制制我们的雪糕 然后我们也非常支持本地品牌 比如说我们的咖啡豆和我们的茶都是本地品牌 而且都是非常优质的产品 然后我们也会带动一些和本地创意人士的活动 就好像如果你大陆我们的雪糕店或咖啡馆 就是有一个咖啡馆的文化非常悠闲 非常舒服 感觉是非常好的 可是一般的消费者我在想 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 我到隔壁的咖啡店喝一杯咖啡酒毛钱 去你的咖啡馆要给他三四块钱喝一杯咖啡 感觉是不一样的 会吗 不同的体验 对 分享一下吧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反应 当然有 尤其是我们刚开店的那一年 非常 不过我们非常感谢很多 阿公阿嬷他们真的是有过来 买雪糕 对 他们当然还是喜欢喝咖啡店的咖啡 因为咖啡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是robustar bean 一个是arabic bean 不过我们不是说这是好的咖啡 或者这是不好的咖啡 这是不同的咖啡 不同的体验 所以 其实非常温馨 有时候你看周末 会有三代人 就是好像我会带我的孩子和我爸爸妈妈过来 你不喜欢吃雪糕 没关系 你可以喝杯茶 或吃一个waffle 所以大家就在一起 就是过那一段时光 你知道我发现说 这样的一些三代童来一起去咖啡馆也好 去餐馆吃东西 很多时候其实因为它有一种情 情 感情在那边 包括就是说 在邻里购物可能多了一些人情味 跟你进入霸击商场 你付钱就付钱了 没有什么了 对 这样的一个消费形式 就是在这个邻里 这其实就是邻里中心最大的一个事 就是一个很浓的人情味在那边 不过邻里中心 其实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它提供方便 方便给这些我们的费者 就是你不需要整装出门 你就很可以随心随意的 就给到里面去 人字拖穿的结果下楼 那么就是这个 就是方便的随时随地都可以到楼下去 所以方便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势 对在邻里来讲 是好 问一下这个线上张先生 张先生早安 大家早 你觉得在邻里商店 你有什么感受呢 在邻里商店 其实我感受到 刚才谈过一些 就是大家的那个 有人的互动 然后我也记得 其实在新加坡一些邻里商店 好像我去布图拉 其他地方 他们都会引进一些 比较就是 适合邻里方面的 东西 所以我记得跟其他很多国家相比 其实我们有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的邻里商店 都是在进入发展机的这个物质那边 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 就是应该可以在这方面 帮助这个邻里商店 在政策上面的一些改变 比如说在租金方面 因为这个是我们可以控制 政府可以控制的 而这样的话 就是变成跟这个大邻里商店 有这样的不同的一些优势 而且帮助我们本地的一些成长 像这位刚才那个造雪糕的小姐 这样子的话 这样的话 这样就是可以把那个物价 也我记得可以降低下来 因为其实很多方面 都是我记得是在租金方面 跟别的国家相比 我们真的有这个优势 在别的国家 它没有像 没有像社会发展机这样的方式 好的 谢谢你张先生的这个意见 你们同意吗 对的 杨先生补充一下 其实主屋区的这个 这个零售商店的 这个所谓的服务的对象 主要是针对那边的居民 为居民就是提供一些 家临物美的又方便的一些 消费的一个形式 也是我们新加坡人 这个生活的一部分 大家知道 18星的新加坡人 居住在主屋区 这样主屋区的那个商店 也有一个扮演另一个社会的角色 就是它能够平衡这个物价之外 同时也能够提供这个就业的机会 所以在社会这方面 它提出一定的功能 所以我们是觉得 在主屋区是一个 这个特点 其实是一个 也有它的优势 当然也有它的劣势 这几年来所面对的一些 主要的竞争 就是来自这些 所谓的邻里的一些 或者是大型的冷气的商场 可是到了商场里面 大家可以发觉到 就是千篇一律 在主屋区 零售店的人 你可以发现到有很多传统的 或者是比较新潮的一些行业 所以这方面它是多样化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我们新加坡政府应该好好保留 这一块文化 其实我想在邻里商店购物的经验或体验 大概就是一个感觉 我觉得舒服 大家说 比如说是老顾客的话 他跟这个老板已经是 从上世纪已经买东西买到这个年代了 所以他的孩子也跟着一起到同样的商店 我想这是一个传统的运营模式 但如何要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 要继续保持竞争力 我想商店本身要做一些功课 比方说创意的点子 或者是橱窗的设计 外观等等 顾问可以给一些建议 因为现在邻里商店好多 就是你的这个形象定位要比较鲜明一点 对 这样子你才可以吸引到过客 就是经过你的店的客人注意到你 那么过后就是在你的店里的那些 产品的包装摆设 也要稍微放一点心思在上面 那么那些过客才会进到你的店里 去看看 他们就会变成逛客 在你的店里逛一逛 当逛了过后 他们觉得你的产品 他们需要他们就会跟你买 那这样才会成为你的顾客 对不对 承认你的顾客以后 你就必须知道 在你的品牌上面 可能要不时做一些宣传 这些顾客才会记得你 这样他以后就是你的回头客 晚晴在开店的这一年半中 有做到这几点吗 希望都做得好 当然其实 如果你来看一下 我们的店是蛮突出的 就是做得挺简单 不过舒适 然后其实有一些顾客 他们讲起初还以为我们是灯饰公司 就是晚上只看到几盏灯 很明亮 外面就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感觉 而且我们就是气氛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的员工 都是在那边居住的居民 都是学生 很熟了 对 其实他们非常有清洁感 所以他们还会讲 老板我想在这边 举行我21岁的生日生日 可以吗 所以 这是觉得很很清日 然后 而且我们就是尽量三个 职业都会在那个加坟 和顾客交流 对 其实就是 不一样的感觉 的确 我相信呢 邻里商店呢肯定也有自己很多 创业的点子 对 大家也可以如果要分享的话 或想跟其他的邻里商店一起来商讨 怎么样在这个环境能够增加自己的营业的话 我们这里提供了一个讲座 是 来临的星期四 8月15号 你可以参与的是小点子大收获邻里零售座谈会 时间是下午2点钟到傍晚的5点 地点是Tapayo HDB 也就是大巴窑建屋发展局中心礼堂 电话是67414670 67414670 那网址就是刚才提到的 www.fmes.org.sg 还有这个免费的工作房 是在11点钟到1点钟的 那大家如果想参与这个工作房的话 我们来送奖给你 我们要送票了 我们通过早安的Facebook 来输入这个通关密语 今天的通关密语是小点子空格大收获 我们会送出这个三队的入门票 提供给您这个11点钟1点钟的免费工作房 希望大家踊跃得上我们的Facebook 如果对在邻里购物一些经验要分享的话 可以上Facebook去上载你们一些照片 www.facebook.com slash good morning Singapore 诚实大家说 我们谢谢三位嘉宾来到提供现场 分享了你与商店 继续加油 怎么样去创新发掘新的商机 谢谢 好 贸公布刚才8点钟公布了 我国今年第二季的经济报告 数据显示我国今年第二季 经济案年增长3.8% 稍后分析师我们简单会继续 给我们现场分析这份报告 稍后见 早安 你好 我国欧帽公布刚刚公布了第二季的经济报告 那按年增长3.8% 大大高过第一季度的0.2%的增幅 经季节性因素调整之后 按季大幅增长15.5% 这也远高于第一季度的1.7% 是 贸公布今天宣布 把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从原先的1%到3 调高到2.5%到3.5% 贸公布表示 第二季经济加速发展 主要受到了制造业批发与零售贸易 运输和仓储以及金融与保险业 强劲增长的带动 在生物制药和电子业增长的拉动下 第二季制造业按年取得了0.2%的增长 扭转的第一季6.7%的跌幅 第二季的建筑业也按年增长了5.1% 批发与零售贸易按年增长了5.6% 金融与保险业在第一季按年扩张10.6%的基础上 第二季继续取得13.1%的增长 贸工部也表示虽然上半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比市场预期还要来的稍弱 不过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下半年估计将逐渐的转好 因此在全球经济增长逐渐提速的背景下 我国今年的经济展望预期也将得到改善 以出口为导向的行业如制造业和运输与仓储业 有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支持 考虑到利好因素以及所面临的风险 贸工部预测 我国今年经济将可取得2.5%到3.5%的增长 好 那么我们今天也马上邀请我们的分析师 黄建德给我们进行这份报告一些分析 见得早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数字 第二季的经济报告 尤其是按年 那是3.8% 这是大大的高于上一季的0.2% 另外呢 季对季环比则是15.5% 这几个数字是不是在你的预料之中 其实它比大部分分析师的数字还来得稍微高一些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它的数据 其实大部分分析师目前来讲是比较保守一些的 因为说毕竟过去几个季度的表现并不是来得很好 可是说它的数据这一轮来得比较高 也有可能因为是因为之前去年第二季度 它的数据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说它是以一个比较低的一个base来讲 所以说今年的增长可以来得可以 这一轮季度可以看到一个3.8%的一个增幅吧 那如果是以这个第二季跟第一季的这个表现来讲的话 那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情况说促成说第二季 我国第二季表现比第一季来得出色 其实以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经济体他们的表现来得变得比较好 比如说美国方面我们看到 比如经济变得比较好的一个趋向 看到他们就是要削减QE的一个政策 日本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市也变得比较强行 而且说因为他们当地一些比较宽松的一些政策 也带动了日本经济体的一个发展 然后说在中国方面我们看到 它还是继续的增长着 比如说增长的速度可能比一些人预测来比较低 可是毕竟还是增长 比如说整体上来讲一些比较大的一个经济体 他们的数据都来得比较强劲 所以说我不会说这一轮的业绩 或者说这一轮的数据来比较特别奇怪 甚至来讲说它可能可以说是在预料之内 因为毕竟如果我们包容了之前一些数据的话 其实这一轮的数据体 其实也是反映着很多经济体的一个比较好一个趋向的 所以很大程度是受这个比如说美国方面的表现 跟这个亚洲的一些区域的表现带动之下 我国第二季也比较表现得比较理想 对 好这份经济报告同时也记录了个别领域他们的表现 我们首先谈制造业 制造业包含了电子业以及生物医药业 第二季制造业我们看到 二年取得了0.2%的增长 不过如果你看一看 第一季的表现它是负6.7% 也就是6.7%的跌幅 所以可以说它是有所提升的 原因是什么 其实第一季度 我会说它的环境会比较有一点挑战性 可是第二季度来讲 我们看到就是第一点是汇率的一个改变 因为毕竟过去几个季度新元一直在升值 尤其说对于美元 可是第二季度开始有一种扭转的一个局势出现 甚至来讲第三季度可能这个局势会持续着下去 因为新元如果说它对美元的涨势没有那么强 甚至说它开始贬值对于美元的话 其实对执照业来讲整体上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所以说主要是这个理由 会带动整个电子业的出口 就是出口领域方面的一些领域来讲 在这个环境下会表现得比较好 对于我国的建筑业的表现 你有怎么样看待 因为这个是取得5.1%的增长 其实建筑业来讲我们看到 最近也是有很多发展项目等等的 因为毕竟大部分发展项目都还卖的还可以 就是说如果你卖到60% 70% 大部分过去接下来几个月 也就会开始慢慢的建筑起来 所以说在发展业来讲 在建筑业来讲的话 其实接下来几个季度 我觉得它业绩会来的数据会来的越来越好 即使说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领域的一些新闻 比如说而且Worker LIV等等的 可是说这些 因为这些项目已经大部分已经卖出去了 所以说他们的建筑给进行者 所以说对我来讲 在建筑业来讲 他们接下来几个季度 甚至会比目前的数据来的比较强一些 最后我们请建德来看看 贸工部他们也做了一些预测 就是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估 本来是预估1%到3%的 现在他们上调了 2.5%到3.5% 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差别 对 因为说他们是包 因为之前1到3%可能说是 也有几个原因 因为说其他经济体的数据 或者他们的环境会来的一样的负面 可是说接下来下半年来讲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采取一个比较乐观的局势 也就是说日本方面 美国方面等等 他们经济体是开始有复苏的变相 所以说贸工部的数据 其实也就代表着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甚至来讲的数据 会来的比之前来的好很多 是 好 我们非常感谢黄建德线 在第一十季我们进行 我国第二季的经济报告的分析 谢谢 谢谢您 好 今天星期一有早安健康的栏目 我们要关系的是产后妇女 您的健康了 到底什么学位 可以帮助舒缓产后妇女的月子病 那稍后呢 让中医师来讲解 产后妇女需留意的一些事项 早安你好 欢迎收看早安健康 上个星期呢 我们谈到了产后妇女 在坐月子的期间必须注意的一些事项 是 那么说什么月子做得不好 有可能会得月子病 到底什么是月子病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医师他怎么说 早安健康 带您打破米丝走出误区 坐月子的日子特别难熬 这是许多妈妈的说法 坐月除了要遵守许多的禁忌 还要适应照顾出生宝宝的生活 长辈都说月子要是做不好的话 那么月子病就会一辈子缠着你 究竟所谓的月子病指的是什么呢 什么方法可以预防月子病 我们欢迎康生中医的 凯宝中医师 凯医师好 早上好 我想坐月子对每一个孕妇来说 她们都非常的重视 希望可以把月子做好 身体呢赶快地恢复 那么迷思医了 每一名产妇都会患月子病 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什么是月子病呢 就是说是因为在坐月子期间 特别容易受到风气 寒气 还有湿气 出现一些关节方面的疼痛 或者是腰酸背痛 或者是手脚麻木疼痛 那么这些的话就称之为月子病 或者是说在生完孩子之后 一直流血 流血不止 导致出现一些湿血过多 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一些腹痛 腰酸背痛的 这个也是叫做月子病 或者是说肠后情绪没有调理好 出现一些忧郁 忧思 烦躁 失眠 那么这些也是称之为月子病 当然不是每一个产妇都会得月子病 如果调养得当的话 是应该不会得月子病的 所以这些月子病是有分生理 也有分心理的 那么迷思二了 月子病一定要在月子治吗 一定要在那三十天里面 把它调整好吗 对哦 很多人有这种说法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并不是说月子病 一定要月子里面治 只要是就是说调养得当 那么要预防月子病是为主的 出了月子之后也照样可以治 比如说腰痛 那么出了月子之后 针对性的治疗可以恢复的 有的人说我要等到生第二胎 再次坐月子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月子病治好 有这样的说法我听过 对啊 其实不是的 只要是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哪些地方有问题出现了 其实发现其实治疗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还是强调在月子里面尽量的恢复 预防不要得月子病是最好的 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在坐月子的那个时候做好 然后又没有打算再生下一胎的话 那怎么办呢 这些产妇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最多见的还是一些腰痛对吗 因为一直就是说 劳累啊 抱孩子啊 或者是说尤其是 比如说晚上未来啊 导致肩痛 腰酸啊 那么这些方面来讲呢 可以去调理治好的 比如说用中药啊 用针灸啊 那么这些呢都可以趋风散寒 就像治疗一般普通的风湿病一样 是可以完全治愈的 不需要等 也不需要说没有机会 就这样子了 是 我们都知道预防剩余治疗 那说到这个预防方面啊 食疗到底能不能预防月子病呢 食疗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在坐月子期间呢 我们最主要是强调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休息好 对吗 第二个就是饮食 饮食要给它的营养 要给它促进奶汁的分泌 其次就是说要恢复 饮食非常重要 饮食在恢复过程当中呢 又以这个增加药材 作为最好的方法 所以要多补 对 我们讲药食同源嘛 那么把一些药材 加到我们的饮食 汤里面去呢能够恢复体质 补充那个气血 预防月子病 可能要请阳快医师来特别的 做一些简单的解说 哪一些月子病 可以搭配哪一些食材 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 比如说用的最多的 像当归 当归 一般厂后我们说喝生化汤啊 促进那个恶路的排出 去除那个腹痛 那么当归是一个最好的 月子之后的一个用药 其次就是党参 北齐 党参 北齐这两文药呢 是补气的 北齐不但补气 还能够消除了藏后那个水肿 其次呢 一些腰酸背痛啊 肚重啊 这些都很好 那么眼睛方面 枸杞用的最多了 那么为了预防藏后贫血 龙眼肉啊 红枣啊 这一类也是用的非常多 还有一个妈妈很爱美 对吗 藏后脱发 用一些和手屋啊 黑芝麻之类的 所以非常的有效 用很多药材 在里面呢 能够起到预防这些月子病的目的 是 刚刚凯医师说了 也列出了很多的食材 到底以上的这些食材 或是药材 在做月子的哪一段期间 饮用是最为适合的 在月子的饮用期间呢 应该根据那个生理的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那么也就是第一周 还是不宜太进步了 第二周开始慢慢的可以增加一些 当归啊之类的进去 到了第三周开始呢 这些党生啊 肚中啊 就都可以加进去了 就是一个循庆渐进的过程 因为最初期 我们强调呢 清淡容易消化 容易吸收 恢复那个伤口 后期第二周 第三周 要补充那个奶汁 要促进那个 一些药酸背痛 还要恢复元气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 就循庆渐进的一个过程 那有哪一些食材 是不宜让产妇多吃的 产妇应该就是要温补 当然我们讲 有的人的体质特别热 也不需要太燥热了 但是大体来讲 应该是要温补的 所以凡是那种 寒性的 良性的 那种比如说生的 那种寿司 生鱼片 那种冷水 冰水 饮料 这些肯定是不可以喝的 完全不要碰 完全不要碰 如果说产妇又很爱吃 也忘了这些禁忌的话 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吗 因为寒性会 就是说导致人的血管收缩 所以比如说 会导致排血排不干净 会导致痛 这些很明显的 会导致 比如说应该是两个星期左右 我们的排血就排干净了 对吗 但是有时候会延续到四周 这样的话对身体的损害非常大 生完了小孩之后 其实妇女的情绪问题 也是大家都很关注的 比方说我们常听到一个妇女 她患上了产后忧郁症 那么产后忧郁症 是生理因素所致吗 对 相当部分是 因为在三天也就是72个小时左右 女性的荷尔蒙会突然的降到怀孕之前的正常水平 怀孕性是非常高的对吗 三天之后的样子就会恢复降到之前的水平 那么这个大的落差会导致身体很难突然调整过来 就会导致那个情绪一下子恢复不了 那么会出现一些失去控制 可能平常情绪比较能够调整 突然会好像容易哭泣 容易伤心 容易就是说激怒 或者是容易焦虑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生理的情况 当然也有个别的 就是说是超过了这个限度了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病性了 那这样子我们刚听到凯医师说 就是荷尔蒙的一个变化跟调整 孕妇她自己可以很明确的察觉到吗 轻微的其实就不当做好像有自己有问题了 有一点点的话 自己如果有这方面的知识 就会觉得我为什么会情绪好像这么容易哭 其实没有什么事情 那这个时候应该要有一个认识 这个可能是荷尔蒙的问题 过几天就自然会调整过来 所以如果你心态能够很放松 那么自然随着荷尔蒙的适应过程 就很容易几天之后就慢慢恢复了 这是一个适应的阶段 家庭成员呢 或是身边的亲人 他们又要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要非常的理解 非常的支持他们 因为刚刚我们讲出了那些荷尔蒙的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说还有一个疲劳 因为生孩子晚上要未来嘛 又好像没有经验又很紧张对吗 假如小孩子又好像还有一点点小小的生病 那就更加的 做父母的最累了 所以就会非常的紧张压力 这样的话会加重那个残后忧郁的严重 所以如果家人帮助他 让他多休息 让他多安心 让他放松 那么这种情况随着荷尔蒙的恢复 就不是那么大的事情了 如果继续恶化 比如说吵架 残后忧郁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变得加厉 有什么重要的食材 在这方面可以调解 父女产后的一个忧郁情绪 我觉得红枣还有那个龙眼肉非常好 因为红枣龙眼可以做成那种甜品 甜品吃完之后心情很放松 会比较畅快一点 对 睡得很好 还有百合 百合配一些莲子 或者配一些那种银耳 都能够安神 清心安神 产后坐月子不可马虎 妇女要面对来自身心各方面的挑战 因此生产之后的妈妈们 一定要好好地调养身子 培养好心情 才能更好地照顾新生宝宝 又到了我们的早安健康 有讲问答游戏的时候了 有看节目 有收获 来 首先先记下今天的通关密语 有两关要过 今天的通关密语是 月子做得好 产后没烦恼 月子做得好 产后没烦恼 中间有一个空格 现在大家可以上我们早安的Facebook 去看看猜猜这张图片 答案是什么 它到底是什么 好 然后把通关密语连同正确答案 输入到图片 这张图片下方的留言处就可以了 正确答案的格式必须是 通关密语 空格 图片答案 最快输入答案的 通关密语的两位观众朋友 就可以赢取我们的奖品了 第一位可以获得的是 术元首上的 就是这一套第三系列 纯银精致的纪念币 是 那第二位呢 获得的是这个第三系列的这个硬币 虽然说市面上已经流通 但是呢我告诉你 很美观 我问过 如果你是收集市面上流通的没有价值 要收集要这种 对对 这是我们手上 赶快吧 祝你好运了 广告回来我们还有早安健康DIY 告诉大家哪些血味跟食疗 可以补中益气 清心安神 好 我们稍后见 早安健康DIY 到底肠后的妇女可以按摩哪一个血味 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呢 是 而据说呢 服用一些食材 可以舒缓一个月子病的这个症状 我们来看看周医师他的一些介绍 血味按摩DIY 今天凯医师要介绍的是哪一个血味呢 足三里血味 足三里血味 到底它确切的位置在哪里 在我们的下肢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脚要摆好 出现一个垂直的角度 这样的话呈现出我们的冰盖 冰骨呢 这边有两个凹陷 外侧的外膝眼 这是我们的标记 从这个外膝眼开始 往下面三寸 三寸就是四痕指 这样的话定到这个四痕指在哪里呢 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筋骨 筋骨外翼指 外翼指就是盘开翼指 在这个方向 好 找到了足三里血味的正确位置 那家庭观众要怎么样去按压这个地方呢 找到这个血味之后 我们要进行点压 按压 按揉 这样的多次 多次进行 使这个血味产生一种酸胀的感觉 这样起到一个保健补气的作用 自己在做的时候可以同时做两侧 左右两侧一起做 或者是做完右侧再做左侧 轮流也是可以的 起到保健的作用 足三里血味 为什么凯医师要特别在这个单元里介绍 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足三里血味是人体一个最重要的补气的血味 它是人体补义脾胃衛 补气的血味 所以能够就是说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加强人的正气 其次呢 它还能够就是局部啊 帮助我们的那个去风去湿 强健我们的筋骨膝盖 有这方面的作用 为什么对产后的妇女特别有管用吗 因为产后的妇女的话呢 就是大伤元气嘛 我们就是首当其冲的要补气 所以足三里这个血味呢 是补气的药穴 给它补气先 然后呢 因为她们也是要预防一些月子病啊 一些风湿腿痛啊 进行按压 非常的有效 对 接下来的中医食疗DIY 宽宏医师将带给观众朋友 一道补中益气 清新安神的中医食疗方 中医食疗DIY 要领选对食材 吃出健康 今天宽宏医师带来什么食疗方 百合糯米粥 百合糯米粥 我们先来看看食材方面有哪一些呢 食材就是选用百合 还有配糯米 再配点红糖 那整个的百合糯米粥 制作的过程和步骤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准备煮粥之前呢 可以先把这些材料先都泡一下用水 放在锅内 然后再加适量的水浸泡 之后呢 之后的话 把它们放到一个慢动锅里面 给它用那个大火煮滚之后 改成小火 慢慢把它煮烂 煮成粥 煮成粥之后 再把这个糖加到里面去 一个一道非常美味和简单 容易做的 调味就是加红糖 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百合糯米粥 吃在口里 它的这个口感是如何的 我吃到了这个红糖味 其实这个糖方面呢 甜度可以依这个产妇之后 它自己的喜好 对 相当地清爽 我们先来谈谈 百合糯米粥 主要的功效 针对产后的妇女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这道粥的话呢 它是补中益气 养心安神的 因为糯米呢 它是比较补的 我们这次选用的糯米 没有选用大米 因为糯米第一个口感比较好 另外一个它比较补 有时候我们还可以把那个黑糯米 把它加到里面去 或者全部替换呢 可能就是说 喝几天的这个白的这个糯米 也可以换成几天的糯米 因为坐月子期间 每天都要进步 但是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呢 口感会很腻 所以可以是百合黑糯米粥 也可以百合白糯米 或者是黑白糯米都可以混 另外呢 红糖的部分 为什么选择红糖呢 在产后的部分呢 我们还是优先要选用红糖 红糖比较温补 百合呢 到底百合的作用又是什么 所谓百合嘛 就是比较开心 所以它是在中药产里面呢 是一味补肺的药 补肺润肺 养心安神的药 所以这道粥的话呢 一个是能够补 另外一个是能够调节 使人的情绪比较放松 尤其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迷思 最后一个迷思就是产后忧郁症 对 这一道百合糯米粥 对产后忧郁的妇女来说 可以起到一定的一个功效吧 对起到一个能够放松精神 和缓情绪的作用 今日中医食疗方 百合糯米粥 食材有百合60克 糯米100克 糖50克 做法是 将糯米和百合放入锅内 加入适量的水 大火煮滚后 改用纹火煮至熟烂 加入糖调味 即可食用 希望观众朋友们 您会喜欢今天 这个凯医师带来的百合糯米粥 下个星期我们的早安健康 继续为您打破米丝 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 谢谢凯医师 谢谢 好 大家如果想参考 这个早安健康的 中医食疗方的食谱的话 可以上我们的Facebook去查询 就是 www.facebook.com slash Good Morning Singapore 不要错过了 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八频道的 早安健康 马上给您带来 第二段的新闻内容 荣誉国务资政 吴作栋说 我国社会正处于发展的 转折点 必须做出一些调整 以免陷入中美危机 那吴作栋说 政府与国人之间 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契约 为新加坡故事 写下鼓舞人心的新章节 这也意味着 必须更新或调整 一些现有的政策和计划 吴资政傍晚出席 马林百叶集选区 国庆晚宴时说 比起李光耀和他自己 李显龙总理和他的内阁团队 在治理国家上更为辛苦 这是因为 现在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 国内挑战也更艰巨 胡作栋说 政府正努力取得 包容性增长 确保国人有好的就业机会 政府也承诺 为国人提供更负担得起的 组屋和医疗服务 他还表示 政府在制定方案时 除了要考虑实质效果 也要赢得明星 不过吴作栋也表示 希望国人能了解政府在治国时所面对的局限 并与政府一起克服国家所面对的挑战 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 欲请大巴窑中心居民除非有必要 否则不要轻易地将组屋卖掉 黄永宏指出 这里的组屋或许可以卖个好价钱 可是一旦卖屋之后 就很难找到像大巴窑中心 那么好的地点和设施的替代组屋 黄永宏在大巴窑中心 举行的国庆晚宴上表示 教育是提升家庭生活素质的最佳途径 他承诺将向有困难的儿童伸出援手 其中一个方法是通过筹款 协助低收入家庭儿童加入强化班 以加强他们的学习能力 一名关卡局和中央素毒局 联手侦破一起毒品走私案 当局在一名抵近的越南女子的行李箱内 缴获价值63万元的冰毒 这名47岁的女子的行李内 装有两块由铝箔包裹着的结晶物质 当局怀疑这4.1公斤的物质是冰毒 女子目前正接受素毒局的人员的调查 表示这名成立女子将面对死刑 初步调查显示 这批冰毒相信是准备再出口 并非供应给本地市场的 国际新闻 伊拉克多个地点发生连环爆炸事件 包括首都巴格达在内的汽车爆炸案 造成至少74个人死亡 将近300个人受伤 遭攻击的包括市场繁忙购物街和公园 而且有几起爆炸接连在一个小时之内发生 当局不排除是有预谋袭击 至于目前还在开灾节庆期间 很多民众聚集在外活动 因此伤亡的人数较多 伊拉克在进入7月之后 恐怖袭击和暴力事件骤增 单单7月就有1000多个人死亡 是5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月份 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 发生私酿酒中毒事件 至少8个人丧命 另外有6个人留院治疗 当局逮捕两名涉嫌贩卖私酿酒的嫌犯 同时还在搜寻非法酿酒的幕后黑手 警方表示 受害者都是来自基督教徒居多的平民窟 14名受害者在上个星期六晚上喝了私酿酒之后 觉得身体不适 被送往医院 到了隔天下午 8个人不治身亡 遭逮捕的两名嫌犯和所有受害者都是基督教徒 中国广东出现了今年第一起人类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病患是惠州市一名51岁屠宰家庭的妇女 当局已经销毁了病患屠宰场的所有家庭 中国纪念仪共有134个人感染H7N9禽流感 其中44人死亡 有专家质疑病毒已经难移 但也有专家认为不能因为一起的病例 这断定了病毒已经向难扩散 在中国广州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身穿黄色球衣的第三种子泰国球员 拉普克查诺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好手李雪瑞毫不胆怯 只有18岁的他在第一局落入的情况下扭转胜局 并在决定性的第三局一路领先 最后为泰国赢得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 在南丹方面 中国的林丹和马来西亚的李宗伟 为赛会掀起了最高潮 不过李宗伟后来因为伤势的关系弃权 让林丹第五度赢得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8点57分我们节目接近尾声 来看看星期一的天气概况如何 气象所预测呢 五国今天都是多元的气候 那么最近设施是设施24度 最高设施31度 而星期二明天我们城市大家说要谈的是 本地呢有一群师生 他们利用了回收教材跟材料 制成本地最长的环保壁画 为新加坡庆祝48岁生日 看他们如何利用再循环材料 展现爱国精神 找完财富市场的利率有可能上涨 那房屋贷款压力将加重 银行的房屋贷款要怎么挑选呢 明天找完财富一起去了解 如果对于我们的节目有其他意见或素材 电邮给我们gms at mediocop.com.sg 掌握资讯 关心时事 祝你生活愉快 精神异议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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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会